蔥紅燈 拍到 超載 一顆都不會給你的 兩年以來每天都是這樣 有勤 最近他們還哭打恐嚇行家 找一頓飯吃 有什麼事弄得細手 看片之前記得訂閱頻道 先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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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了 燕仔兩年多前 自從元朗西鐵站至黃黎登村的 56號紅燕線一開就開始 但每天開工 他都提心吊膽 成立2021年6月16號 直到6月20號 開線近近5天 對方說不准行 足足停了一個月 他口中所說的對方 就是窄根這裏多年 由黃黎登村往來紅綿圍 車頭寫著大堂的另一條紅燕線 由於兩條線同樣行經市中心 新線全程9元 市中心下車就收6元 而舊線就全程7元 所以新線一開 立即就觸動對家神經 至今開了兩年多以來 一直都被人打壓 在黃黎登恐嚇我們的司機 斬手斬腳 又說不准擺放 即是我們停在路邊 想喝一口水 去廁所 又說不行了 要馬上出去 即是趕我們的車走 見到我們上下就撥 好像很急 不斷在後面推我們 他每次入手 你過吧你過吧 其實已經有車等你了 你一出來他就帶著你下 是根本不可能下到客 40架車分7班人 目的是要搞到我們找不到吃 這一早 我們就直擊紅綿圍的司機 在繁忙時段 駕車有多辣 兩年以來都是這樣 有勤了 即是如果有Tesla 0至183秒 這些蠻彎衝進來 一定會撞硬 然後排完巴士 你會看到 他帶著巴士慢慢下 頂著巴士 他覺得在巴士後 他拿不到客人 上不到客人 找不到吃 超載 一顆都不會給你的 人家打光燈 叫他讓他不肯 蔥紅燈 拍到吧 這裏是雙白 你看到 如果有車出來 他扭牌 就撞死這個大姐 跟著他就這樣 即是叫我先走 他要拿客人 賢仔近日還因為 為了幫同線司機出頭 差點搞到爆乾了 當日我和我的同事 在附近的大飯店吃早餐 我同事就告訴我 早上客的時候 就有一輛小巴 就開窗 然後就罵他上車的客人 就說 你怎麼那麼 也有的 九元車你都搭 載著十六條人命 他說打兩次電話 兩次都是 說 即是不斷說一堆廢話 我就用我的電話 打去問他 大哥 你是不是駕駛小巴 有什麼不對出來 談到對 他就這樣說 我現在是黃麗敦 偉記茶餐廳等你 你就和你的拍檔進來 我要你兩個進來 出不回去 即是要買起我們兩個 都不得止 不斷 我想問你 你懂不懂你的電話 九屑 我是什麼大哥 然後他就坐在車上 說 不懂 很煩 別吵 然後原來那個人 即是 阿叔就在後面 正在進氣 找一頓飯吃 找一頓飯吃 是否要趕盡殺絕 是否要逼死我 然後他就跳下車 是我的 然後衝過來 就在這個位置 右手出拳 左手立椅 立這個膠椅 有證物在這裡 是 當時 有個油站職員 拔著他 如果不是油站職員 拔著他 我已經被他撞中頭 我躺下了 可能爆光了 油站職員 亦都目擊當日經過 兩個很生氣 罵 兩個都對罵 罵一下 一個就立椅 打人了 在那邊立椅 就追著這個司機 司機當然是這邊 想搏他 站長走出來 就阻止他們 打架 不過 即使有CCTV 有人證 但警方 都只是將單案 列為刑事恐嚇 現在賢仔 就說很擔心人身安全 還寫定遺書 貼在車頭 告訴人 如果有一天沒有人開這輛車 就是司機被人打死了 不單止賢仔 行走黃黎登的K66線巴士 都中過招 見到客人的匆忙程度 當然是這樣的 好像的士 例如他上下 他就在你前面 一邊等下 一邊盛 即是慢流 那你便變了 變了 你的時間 所有事情便慢了 好像他特意放在尾 等你走不到 他會阻止車 那些車 等車來 他便走 那你便一邊走不到 我們 我們的 舵馬 即是不夠時間走 讓他阻止 而這裏的村民 平日只能靠K66 和這兩條紅車線出入 亦都經常遇過 紅車搶客的經驗場面 駕得很快 像飛機一樣 他搶客 和車 他會和另一輛競爭 攔截他 我曾經試過 我坐在這裏 人家的車來到 他不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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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意在那裏轉彎 立即截著人家 人家一走 立即截著人家 變得差點撞車 立即截著人家 慢慢 他才會再走 即是頂住人家 很多次 我覺得太危險了 為了一個幾 又不是很多錢 幾元雞 我們平時來到這裏 通常只有一個人 一個人或者兩個人 他要人家在上面潛落車 他不需要進來 因為他進來又沒有趕時間 沒有客戶之類 有生意的時候 但是他在上面 前面就轉頭走 他不進來 那你回公關學的人 很慘 最久等了多少 多久車才可以上 我不知道 半個小時有時候 有時候迫著上巴士 都會遲到 他不管你是什麼線 什麼燈 都會爬頭的 可能大家爭生意 或者為了營業不嚴格 還有有些人會 合起來 你追我 你追我 找些人前面頂住他 我就塞住他 我就後面趕這輛車去 讓他不能上客 當然危險 相當危險 最主要很多時候 那些人還沒停定 下車 就開車 試過很多老人家跌過 年輕人也試過跌過 反映過給那些區員說聽 結果呢 結果 就是態度照舊 我們日前 就去問回洪綿圍的司機 他們就信 說生意跌了很多 難免要搶客競爭 你看我們這麼多車 現在在排隊 那你已經看到了 我不用再說 是吧 你看我這裡有多少車在等 那時候就看到了 山列跌了多少 很多 是 非常多 即韓國之間的競爭 會不會都很大 當然有 那麼多人在這裡 才在這裡開工 如果沒有了一條線 當然好些 不在乎下 是不是 但你有的 這些是沒有辦法的 有些當然有些競爭 你們這條線和那條線 那條線的競爭 大不大 就是一般 都有影響的 沒有什麼 間中的 有些是粗魯些 這些話是競爭 什麼來說 那些年輕人 有些是 可能會火爆些 沒有得搶的 你去到那條路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那你就要走 你不會在馬路 塞住的人 有些車子 都自己開的 基本上 你找不到要什麼 做 不過這條 紅車線 過往都有很多是非 2014年 大量有人 湧入大堂體熊業 巴士於是隔開班次 誰知就引發紅車不滿 一度倒路 霸洗抗議 而且他們也經常被人拍到危險場面 我們向運輸署及警方查詢 這條線的投訴及為例檢控情況 但他們就說沒有被傳有關數字 運輸署只是說 上年接獲全港紅Wang的投訴有813宗 比前年778宗上升 至於研製單Case 警方就說 元朗警署3月5日 接獲31歲男子報案 說他在元朗得業街 被另一名男子以言語恐嚇 案件列作刑事恐嚇 暫時未有人被捕 其實現在航行賺食都這麼艱難 但都不用這麼做 安全至上才是最重要 大家對事件又怎樣看呢 歡迎留言 like和share 喜歡我們的片 可以成為會員 下條片再見 C阿姐發出的重要廣播 又大件事 Channel C淑骨姐出生了 我這位阿姐這麼有份量 都是重140g而已 輕過一包紙包飲品 188元 讓我可以參與大家的人生 和你遮太陽擋風雨 快點按進資訊欄裡的連結 帶我回家吧